香港特市政府大力吸引人才来香港 只是在过去7年透过不同的日景计划 获批来香港的总共大概有40万人 在市政报告里面提出了先免后征的安排 对于那些已经在香港但还没来得永居的人才 相信会令他们转租为买的动力大增 那我们看得到在香港楼市的一手二手的租载的租车量里面 Lady买家占个人买家的比率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都是不断的上升 在2023年第二季大概是13.6% 这个数字是创了11年半的新高 我们最近看到减纳之后不同的开发商都有推出一些针对人才的职业的优惠 我们相信这个比率有机会再继续上升 会超越2011年DCG的14.2% 甚至几率的新高 那除了在这个比率之外 我们有分析到底Lady买家喜欢买什么的区域 过去五年半里面 就是从2018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 我们看到在一手物业当中排名前三位追溯Lady买家新来的分别是 启德 湛俊奥 康城 还有就是大浦的白石角 我们发现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的发展区 他们的规划会比较跟内地的小区更为类似 加上他们的社区比较新都增加了对于Lady买家的吸引力 那在启德 湛城 还有白石角 未来还有不同的新房供应 会有不同的新房去会推出市场 我们相信这样会有更多的Lady买家会选择这些地区 成为他们定居的一个地方 在这个二手物业方面 我们就看到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西区、张俊奥还有全欢 都是Lady买家比较喜欢 比较多Lady买家的地区 中西区方面我们看到因为专裁都是比较多从事金融业 中西区的屋苑就比较交通比较方便 而且也靠近中环、上环、金中这些核心的商业区 那他们除了吸引香港的买家之外 当然也吸引了Lady的买家 那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排名第二的张俊奥 因为张俊奥除了刚刚在一手物业之外 他这二手也榜上有名 那这再一次证明了 张俊奥去迟时是非常 有这个对Lady买家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这人才自重相信 以Lady的朋友会占多数 所以了解他们在香港买房的喜好就变得相当重要 那我们是如何分辨设计Lady买家呢? 我们每年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 会统计来自土地住宅局的数据 对于那些一手二手的住宅的 个人买家登记 进行一些分析 看他们买家姓名的英文拼音 去分析他们到底是不是Lady的买家 那其实一个人的姓名他们的英文拼音 是可以看得出他是来自什么地方 比如说外国人跟日本人他们的英文名字 就很容易看到他们是来自什么地方 但其实香港本地人跟Lady的朋友 我们的姓名的英文拼音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新黄的朋友在香港的话 可能我们的英文拼音就会是WONG 但Lady的朋友就会是HUANG 这样就会很简单的分得出来 到底那些是属于Lady的买家 但要留意的是 那些已经来了香港超过7年 已经取得香港永居资格的新香港人 都会包括在Lady买家的类别之类